最佳女主角授予范冰冰 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拿下荆棘影后 范冰冰在台下 捍卫婚夫李晨开心拥抱 上了台不忘再来个爱情告白 我不要天上的星星 我只要尘世的幸福 谢谢我的李先生 今天可以有空来 跟我一起过这个难忘的生日 谢谢你 我很幸福 谢谢大家 在冯小刚导演的总永夏 李晨跑上台去 献上爱的抱抱 粉红泡泡满场飞 甜蜜闪瞎所有人 生日求婚迎后到手 半夜三喜临门 众人还想知道 这第四喜结婚何时来 看时间 看大家的工作人呐 也为什么会惯我 因为他还有给 新的期望开台 很忙 然后我也刚刚 刹新的那个视剧 所以希望大家 李晨为了抱得美人归 除了生日求婚趴 弄哭范冰冰 点头喊价 还曾砸下三十万美金 约九百万台币 邀请加拿大艺术家定制 专属范冰冰的公主新娘娃娃 其实李晨身家不输范爷 投资房地产有成 外传资产高达十亿人民币 看来这对准银色夫妻 不只狼才女貌 更门当户对 记者综合报导